温度与物质膨胀的关系 温度变化与长度的变化关系 我们首先看温度的变化跟长度变化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有实验 做实验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你原来有一根很细的一个质感 长度是L0 当你温度增加一个Delta T的时候 那它的长度就增加了一个Delta L 那我们从实验发现 这个增加的长度Delta L跟Delta T成正比 它跟它成正比 它呢也跟原来的长度成正比 就是说你温度增加的越高越大 温度改变的越大 它增长的长度就越长 还有你原来的这个细感的长度越长 那么它的温度改变的时候 Delta L也就越长 所以它跟这两个层正比 Delta L应该正比于L0成Delta T 那么我们写成等号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加一个比例常数 那这个比例常数啊 就是等于这个值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除这个来 好 这个Alpha就是比例常数 我们称它叫做线膨胀系数 线膨胀系数 这个线膨胀系数啊 跟物质的性质有关 看你是什么料子做的 有的很容易就是膨胀的很厉害 有的水温度膨胀的这个关系就比较小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L0是原来的长度 你增加了一个Delta T的话呢 长度就增加一个Delta L 于是增加Delta T以后 你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可以变成这样子的 那就是L跟L0的关系啊 是这样的关系 L成长括弧 E加Alpha Delta T 这是长度 长度的关系 好 现在我们看物质 温度与物质的膨胀 这就是刚刚那个 刚刚忘记用投影片 好 现在我们再看 温度变化与体积变化的关系 刚刚是长度变化了 那么我们发现呢 体积的温度增加Delta T的时候 体积也增加一个Delta V 它就等于Beta 就是Delta V跟Delta T成正比 也跟它原来的体积成正比 它的比例长数是Beta 那Beta呢 从这个式子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Beta我们称它叫做体积膨胀系数 那么体积膨胀系数跟线膨胀系数 有没有关系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种状态 就是说大多数的固体物质 它具有各方向均匀性 就是各方向 你在膨胀的时候 你X方向的膨胀系数 跟Y方向跟Z方向的膨胀系数都一样 所以当温度改变的时候 改变了某一个定值 那么各方向的长度改变呢 的百分比都相同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边长 分别是L1 L2 L3 的一个六面体 我们假定都是垂直的好了 各边都是 各临边都是垂直 那么这个时候 六面体的体积啊 应该就是什么 L1乘L2乘L3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温度增加了delta T 它的体积增加delta V 所以它增加delta T以后的这个体积呢 就变成这么大 我们假定是这么大 T加delta T 这个是delta T 增加delta T的时候是V 但是我们从这里不好算 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因为你膨胀以后啊 三边都膨胀 对不对 这边增加delta L1 这个增加delta L2 这个增加delta L3 然后我们把这三项都乘起来 L1 L2 L3是这一项 然后呢 你把L1 L2乘上delta L3 然后就是两个L 乘上一个delta L 这样有三项 再来当然我们还有的就是L1 乘delta L2乘delta L3 L2乘delta L1乘delta L3 但是因为这里有两个delta L的个项啊 delta L都是很小了 比L小很多了 那两个delta L相乘 跟两个L相乘啊 跟这个L呢 一个L 那么这个量要比 这个量要小得多 比这个量更小 所以我们就忽略不计 然后最后就是 这三个delta L相乘 那更小了 我们还是忽略不计 所以这就是妈妈呼呼 等于这个值 近似于这个值 那么这一项呢 就是什么 就是V 就是温度为T的时候 它的体积膨胀系数 那其他的就 这个还是在这里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等式 左右都被L1 L2 L3 就是被V来除 被V来除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调过来好了 VT加delta T 减V就是DV了 不是我们先这么讲 就是把这个先调过来 这个就变成delta V V减这个是delta V delta V 然后被这个delta T来除 然后我们再取这个 然后我们再取这个limit 就是这个 取这个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它就变成DV over DT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项呢 因为大家都被DT来除 这个调过来 再被delta T除 这个也被delta T除 它就是L2 L3 它就是L2 L3 Delta L3 被delta T来除 也take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就变成这个 那这一项就变成这个 这一项变成这个 这一项变成这个 OK 好 现在 我们再把这个式子 被这个东西来除 被V等于L1 L2 L3来除 左边就是用V 它就被V来除 右边这个呢 就被L1乘L2乘L3来除 你看这个除上这个 就只剩下L3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这个都是alpha 这个也是alpha 这个也是alpha 是每一边的膨胀系数都一样 三倍的alpha加起来 那这个值呢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从这里可以知道 就是beta 所以beta等于什么 三倍的alpha 所以我们知道delta V delta V是等于 这个 beta V0 over delta T 那这个beta等于三倍的alpha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beta写成三alpha 所以同理啊 同这个道理 同样的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面积改变的时候啊 它的面膨胀 它面积改变 那大小 那大小也是跟温度改变的大小成正比 跟原来面积成正比 然后比例常数 它就是两倍的alpha 体积成正比 体积成三倍的alpha 面积呢 是两倍的alpha OK 好 以上我们讲的就是说 物体啊 是热胀冷缩 温度升高的时候就膨胀 温度降低的时候呢 它就缩小 但是我们大自然里头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也是我们常见的 我们都不觉得奇怪 你不去细细的了解 它不觉得奇怪 就是我们的水啊 水 它在四度C以上 是热胀冷缩 你看它 我们现在这么看了 我们的水啊 在四度C的时候 在这一边 你看温度越高 它的体积呢 就越大 好 在这一边 温度越低 一直到零度 越低 它的体积啊 也是膨胀 那就是说 它在四度C的时候啊 它的 体积啊 是最小 体积最小 就表示它的密度最高 密度最高 比四度C的温度 高 这时候 水的密度 也比较小 比四度C这个温度低的时候 密度也比较小 这个 跟我们的生活 跟这个大自然里头啊 水足的这个生活啊 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河水 到冬天啊 温度一直降 可以降到零下 好多好多度 零下 始终是 热胀冷缩 那水到零度C就接冰了 那接冰的话 如果它的密度要比这个 零度C以上的来得大的话 那冰就沉到河底啊 那温度再低的话呢 那渐渐在这个 这个冰就从河底 慢慢慢慢接到 河床上面 那所有的鱼类都 都被冰冻了 可是大自然很奇怪 它温度降低 到摄氏 四度的时候啊 上面还是冷缩热胀 变成三度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三度的水 比四度的水啊 密度要来得低 所以它就浮在这个 四度C的上面 两度也是比这个低 所以也是浮在上面 零度也是浮在水面上面 所以说 然后你再温度低的话 那这个冰是从 河面开始啊 冻结 河面开始冻结 如果温度再低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冰层呢 它有一个隔热的关系 所以就保护冰层下面的水啊 不至于温度降得太低 那么鱼类就可以在 这个水里面生活 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观 好 以上是介绍 好 以上是介绍冷缩热胀 我们讲到一个特例就是水 是一个特别的 好 现在我们讲一个叫做 thermal stress 热硬力 热硬力是它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我们一根旋 两端用一个机器把它固定了 固定了 然后这个温度降低的时候 这个旋啊 要缩短 那这个旋被夹住了 它就不能缩短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有一个张硬力 因为这个两边夹住啊 就等于受一个力啊 要让它张开 如果是一个细棒 用两边这个墙把它堵起来 两个机械把它堵起来 你温度升高的话呢 这个细棒也不能够升长啊 那等于有两个压力在那里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也有一个硬力 那这个硬力啊 其实不是外面故意加多少力 而是因为它因为冷缩热胀 而引起的这个这个硬力 所以我们呢 称它叫做热硬力 那我们现在把前面 长度随着温度改变的这个关系 有这个关系 对不对 delta L原来是对 alpha L0 delta T 我们写成这样子的 然后把它带到阳式的 阳式 modulus里头去 那就变成这样子 不是这个 delta L over L0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么这一项就可以用 alpha delta T来代表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数字 我们先把它写成这样子的 然后把这个 delta L over L0 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得 F over A就是硬力啊 硬力啊 这A是它的界面积哦 这个P棒或者是这个旋的界面积 所以硬力就等于 Yung's modulus 乘上alpha 乘上delta T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冷缩热胀 跟这个热硬力的一些立体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把 钢瓷的米纸 钢瓷的米纸 那我在这上面画一个刻度 对不对 画刻度 这刻度有公分 公分 里面还有小刻度 Centimeter 里头还有刻度 一个Centimeter里头有十个 Scale 那么 这一个长度就是millimeter 一个毫米 好 我们现在要刻这个毫米 刻这个毫米 每一个毫米的长度 就是一个millimeter 那么你在制作这个米纸的时候 你不是瞬间做好 你从第一个刻到第二个 第三个一直刻到最后一个 你要经过一段时间 对不对 如果这段时间温度有变化的话 那因为冷缩跟热胀的关系 不断地冷缩热胀 所以你刻的这个长度 会不一致 会不一致 如果这个时候 它胀得很厉害 你刻下去 跟那个时候的温度很低的话 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这个做米纸的时候 它每一公分的距离误差 必须在这个范围以内 在这个范围以内 就一公分 一个毫米 如果差这么大 还可以接受 比这个更大 这个米纸就不能用了 OK 好 那现在问 温度变化的最大许可值是多少 你身高多少温度 比如当时的温度 比当时的温度高多少 低多少 如果在 比这个 这个范围以外的话 你就不能 不能用来 这个温度的变化 就不能用来 这个温度变化的环境 就不能用来制作 这把钢制的泥齿 好 现在我们从表里面 十四章第一表 但是问这个表 我们知道 钢的线膨胀系数是等于这个 相邻两颗度的距离是一个毫米 对不对 那它的变化呢 最大值就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由这个 Delta L 等于Alpha L Delta T 所以Delta T呢 如果我们这个用 最大的变化 长度 那么得出来就是 最大的温度许可值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发现了4度C 4.5度C 就你高低都不得 不得高于当时的温度 4.5度C 也不得低于当时的温度 4.5度C 好 再来我们看 现在有一个时钟 我们用这个 钟摆的时钟 那钟摆呢 用黄铜制成的 在20度C 在20度C的时候呢 准确的计时 就是 低 打一下 来回一下 正好是1秒 现在问 这20度C 来回一次是1秒 0度C的时候 每小时要差几秒 快几秒 还是慢几秒 要问这个 因为温度改变了 钟摆的长度就改变了 你看20度C的时候 是准确的 0度C的时候呢 那钟摆变短了 摆长变短 周期就变大 摆长变短 周期就 就变小 应该是这个 在 摆长 变短 那这个就 周期就变短 摆长变长 周期就变长了 这是一般的 我们把它当作 单摆来看 是这样 20度C 是这个样子 好 现在温度升高了 Delta T 那它的摆长就 增加了Delta L 那它这个周期呢 我们就假定它 增加一个Delta T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 当Delta L 变成L加Delta L的时候 Tau Tau是等于 Tau加Delta Tau 把这个带到这个 石子里面去 这个带到这个石子里面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字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看 它周期的改变 就是T 跟Delta T之间 周期的改变呢 就是在Delta T时间里面 不是温度 这个温度 Delta T的温度 改变里面 周期 后来的周期 减掉起初的周期 这个叫做周期的改变 好 把这个 减掉这个 就变成Delta Tau 我们把 负2P 根号 积分之一提出来 里头就剩下 这个量 那现在我们再把 这个 根号L也提出来 那1加上 1减掉 那个L提出来了 变成L2为1 那这个就比1小 比1小很多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石子 用二项式定理 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 我们发现 我们只取到第二项 那1减1等于0 它就剩下这个东西 剩下这个 然后这个 一约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 它的周期的改变呢 是改变 跟长度的改变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把Delta Tau 跟Tau来做一个比 比值 那当然 这个就要跟这边 做一个比啊 这两个一比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 L分之Delta L 那L over Delta L 就是Alpha Delta T 好 那么Delta T呢 就等于 二分之一 Alpha Delta T 乘上Tau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Tau是周期原来 这个20度的时候 的周期一秒 再把这个带进去 它是变成 负的这么多 那就说 这一秒钟差这么多 那一小时呢 一小时就是 三千六百秒 这么多 所以一小时啊 它要慢一个 0.684秒 每一小时要 要差一个 0.684秒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这样的立体 在25度C的时候 钢座的杆 钢的Alpha值 等于这个 还有一个 铜座的环 它的Alpha值 等于这个 线膨胀吸收 好 那么钢环 铜环 它的半径 它的直径 不是这个 钢杆是一个圆柱杆 它的直径是这么大 铜环的直径呢 是等于这么多厘米 你看本来不一样大 这个环 直径比这个 杆的直径小 套不进去 套不进去 好 现在我们就把温度升高 把这两样东西啊 放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把温度升高 温度升高的话 杆杆 它的直径 就横接面也会变大 这个环呢 它的直径 铜环的直径 也会变大 如果它的直径 两个直径 在某一个温度之下 正好膨胀到相等的时候 那这就可以套进去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 这个温度是多少 我们现在可以假设 T度的时候 温度在T度的时候 本来是25度 我们把温度升高到T度C的时候 铜环恰恰可以套住钢杆 这个时候两个铜镜 这个时候的直径都相同啊 所以D呢 要等于这个 这个是什么 钢 温度增加到 温度升高到T的时候 就是温度差是等于这个 乘上它的线膨胀 加上1 就等于这个时候的 T度时候的这个直径 同环也是 温度升高到这个 于是它的直径就变成这样 在这个温度之下 在这个温度之下 这两个的直径 要相等 那我们就把这个直带进去 这个D 钢 钢杆的这个直径 带进去 这是它的线膨胀系数 要等于这个带进去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温度要多高呢 要427.8度C的时候 正好可以套进去 这一定要在高温炉里头做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一米长的 直立的玻璃式管 20度C的时候呢 它成了半满的某一体 只有它长度的一半 当这个系统加热到 30度C的时候 易柱高 改变是多少 现在已知玻璃的线膨胀系数 跟一体的体膨胀系数 分别是这两个 这是玻璃的线膨胀系数 这个是一体的体积膨胀系数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啊 你温度升高的时候 玻璃式管 它的阶面积就变大 对不对 阶面积变大 就表示你这个水银装在里头啊 这个议体 某议体装在里头 它的阶面积也变大 它阶面积始终等于这个 玻璃的四管的阶面积啊 可是这个议体啊 它的易柱高啊 也变化了 也变化了 那么易柱高变化 接面积也变化 那么易柱高 被接面积来除 就变成它的 易柱高的高度变化 这长度的变化 好 现在我们假设 20度C的时候 玻璃管跟易柱的面积 同样是A 易柱的体积 这个时候是VL 那么这个时候 就20度C的时候 易柱的体积是VL 接面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易柱的高啊 就是零点 这里告诉我们是半满嘛 零点五公分 20度C的时候 好 温度升高到 30度C 这就是温度的改变 这个时候 它的易柱高呢 就等于它 体积的膨胀 体积膨胀到多大 然后它的切面积膨胀到多大 这两个一除 就等于H'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除一除 两个除一除 那这个V over L V over L 原来就是等于H嘛 等于H 原来就是H 然后剩下的 然后剩下的 扩乎里头这个笔纸 然后你再把这个 纸都带进去 算出来是 0.5 001公尺 那跟原来的0.5公尺 差了多少 差了0.001公尺 OK 所以它的改变 就等于 0.1个毫米 改变0.1个毫米 H' 0.0.001公尺 你乘上一个 1000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就是 这两个相减 它应该就是这么多 这么多公尺 你可以画成厘米 可以画成公分嘛 因为那0太多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这样的一个 例题 将20度C 10英尺长的钢丝 加热到520度C的时候 伸长四分之三英寸 就钢丝的线膨胀系数 如果在520度C的时候 将两端紧奔 然后固定了 冷却到20度C 线上的硬力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 原来的长度是10 10英尺 所以Delta L 等于L减L0 它生长了这么多 生长这么多 那这个 这个就等于 后来的长度 减到起初的长度 那么Delta L等于多少呢 在这里算 它四分之三英寸 每英寸是 每英尺是12英寸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英尺 是这么多英尺 是这么多英尺 就说 20度C 升高了500度C 就是到520度C的时候 它的长度 是增加这么多长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求它的线膨胀系数 因为这里面有告诉你 线膨胀系数 这里只告诉你 阳四谈心系数 好 那么 把这个 算出来 把这个算出来 Alpha等于Delta L Over L0 Delta T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单位什么都要 用英尺做单位 这用C度做单位 就变成这个 线膨胀系数 是等于这个 好 硬力 硬力是F of A 我们刚刚算过 是等于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个Yang's Modulus 也知道了 Alpha算出来了 Delta T算出来 带进去 所以它的硬力就是 每平方公分 有1.25 乘10的10指方 达音 这么大 好 底下我们介绍热量 一个系统里头的热能 包括在它内能里面 因为这个热能的形式 你是分不出来的 以前我们讲过 你只有在温度 有差异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 有热能 在那个地方流动 流进或者流出 那么一个系统里头 有热能 我们就把这个热能 规定在这个物体的内能里面 内能就是系统里面 所有能量的总称 热量我们用的单位 叫做カロリ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克的水 从14.5度C 升到到15度C 15.5度C的时候 所需要的热量 就是在一克的水 你要从这个温度 升到这个温度 需要多少热量 这个叫做卡 这个热量叫做卡 音质单位呢 它是用BTU British Thermal Unit 就是定义一磅的水 从63度华氏度 升高到64度华氏度 所需要的热量 这个叫做一个BTU 还有一种 在食品上面用的 叫做千卡 或者叫大卡 那么 这三种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表示 一个BTU 一个BTU 等于252个卡罗里 所以它有0.252个千卡 千卡就是1000个卡罗里 那么 我们最初 人们以为 热量是一种物质 可以流来流 从这里流到那边去 后来胶耳 后来胶耳呢 他就发现了 热量 不是物质 其实是一种能量 热也是能量的一种 能量的一种 那么 可是我们已经用卡来表示了 一颗的水 14.5度C 升高到15.5度C 是1卡罗里 那么 那你要把一颗的水 从14.5度C 到15.5度C 要升高的话 你也可以用做工来表示 对不对 因为如果它是热量的话 是一种能量的话 那么我们 胶耳就做实验 做实验 就发现了 一个卡罗里的热量 等于4.186个J 的工 这个叫做热工当量 这个各位同学要记一记 这个常用 1卡罗里 等于4.186个J 好 如果将一个 一克的某物质 不是水啊 某物质 升高一个温度激素 DT 一克的 升高一个温度 DT 就是DT就很小很小的 一个温度差 输入的热量是DQ 那我们就定义 这个物质的比热 是等于DQ over DT 就是你要这么多热量 每一度需要多少热量 可是你现在有M克的东西啊 那我们就 把这个M克除进去 就表示是 每 每一克 每一克的某物质 OK 我们 我们做的时候 不一定要用一克啊 我们可以用M克的东西啊 你把这个被M来除呢 那就是 每一克的物质 每升高一度 每升高一个 DT度 它需要一个DQ的热量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是 一般就讲成 每一克的物质 每升高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 我们称为 这个物质的 比热 Specific Kit 好 那么我们反过来算 我 假如温度 从T温升到T2 我总共需要多少热量 那我就把这个乘过来 DT乘过来 气氛呢 那这个就是 从T T2 从T温升高到T2的时候 M克的物质 所需要的热量 这个就是这个物质的比热 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气体来说 我们通常都是用一个Mor的量 一个Mor的量来算 每一个Mor的体积 的某气体 它每升高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 我们称为这个 叫做Mor比热 这个都要记一记 这个以后都会用到的 所以Mor的物质 从这个漏掉了 从T温 升高到T2 所需要的热量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例题 我们从火炉里面 取出一块质量为75克的铜块 75克的铜块 投入300克的玻璃杯内 这个玻璃杯总共300克 里头存有200克的水 系统到达热平衡状态的时候 就说这个 这个时候啊 火炉里面的这个铜块 温度会降低啊 然后水呢 那跟这个玻璃杯的温度就会升高 好 现在如果说 水温从12度升到27度 好 就平衡了 就说 这个物体也是27度 水也是27度 那么 问这个火炉 温度是多少 好 他告诉我们 铜的比热是这个 玻璃杯的比热 这玻璃的比热是这个 水的比热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就热平衡 就是说 你这个物体 75克的物体 从火炉里面拿出来 丢到水里面去 它最后是放出热量 放出的热量 就被水跟玻璃杯所吸收 所以放出的热量 就是铜块损失的热量 等于烧杯跟水获得的热量 所以这个就是 铜块 某一块的物质 这是铜 铜块 它从TC降到这个 平衡的温度 因为它温度降低 要等于玻璃杯 这个是CC就是铜块的比热 CG是玻璃杯的比热 CW是水的比热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衡的温度 减掉就是27度 减到12度 我们把这个值都带进去 我们可以发现 TC是540度 540度 540度 那么 谢谢